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浦寨金边国际机场 一开往日的冷清 机场派一群热情的人们 已经在这里等候了将近三个小时 他们要迎接一支特殊队伍的到来 晚上九点钟 延误了三个小时的航班 终于安全降落 简浦寨龙海不及俱乐部总经理 郭阳早早地来到机场内 迎接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在他的协调下 所有人的落地签证 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 当这群特殊的客人 走出机场大厅的一瞬间 热烈的掌声 习惧了所有人 一路的辛苦与疲乏 一条欢迎河南卫视武林峰 来到柬埔寨的横幅 点亮了大家 对这里未来的期待 这是由河南卫视武林峰 栏目导演徐广志 精威领队武林超级王者 魏瑞领前的中国搏击代表队 一行十五人出征柬埔寨 是为了四月十日在柬埔寨 吴歌窟举办的吴歌王者之战 武林峰中检对抗赛 这是一次相当高规格的欢迎仪式 柬埔寨王国西索瓦诺利望王子 柬埔寨高年权 及自由国际联盟主席 鲜树坤 柬埔寨奥委会代表 森文宋 带领柬埔寨国家队队员 亲自到金边国际机场 欢迎武林峰的到来 这里是柬埔寨吴歌窟 我们是尊战实验的中国勇士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您正在收看的是 吴歌王者之战 武林峰中检搏击对决赛 展现中检体育文化交流 高棉拳与中华武术同台竞技 今天武林峰百类吴歌窟 通过与柬埔寨搏击界的交流 我们期待这一场搏击盛宴 将开启中检体育交流的 崭新片 2022年4月5日的出发仪式上 河南卫视总监刘林峻 表达了对大家的一切希望 我们在特殊时期 带着特殊的使命走出国门 希望大家到了吴歌窟以后 能够让吴歌窟和龙门师姑携手 能够让我们的武术精神 武林峰的精神在柬埔寨 在我们的将儿之间 武林峰制片人 总导演云雷对中国勇士在国外的战斗精神提出了要求 出国之后你们脸上只有一个词 那就是中国人 在经济体育的擂台上面 你们必须全力 可以被击败 但是不能被打诉 可以被击倒 绝不能被打破 柬埔寨奥委会与龙海搏击俱乐部的一份诚挚邀请 武林峰疫情15人 跨越千山万水 冲破疫情的阻碍 从郑州飞到金边 在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吴歌窟 在高棉文化的象征地 一场柬埔寨有史以来 最高水平的搏击比赛 即将开启 十位预统员 由武林峰超级王者魏瑞领前出征 挪超 韩文豹 魏子清等一众好手 都是近两年武林峰内台上 涌现出的佼佼者 绝大部分选手是第一次走出国门 这里是柬埔寨今天大皇宫 我现在在美丽的吴歌窟 我第一次跟随武林峰出国征战 我会全力以后请大家拭目以待 这是一场在柬埔寨各界 引发强烈关注的比赛 柬埔寨副数项兼国防部大臣迪班来了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参赞刘志杰来了 柬埔寨旅游部国务秘书兼柬埔寨国家澳委会秘书长万中南来了 柬埔寨高棉权联盟主席德曼 柬埔寨高棉权及自由搏击联盟主席新树坤 巨峰集团董事长代表红兴及东盟十国的代表等 一中高官隆重出席 并为获胜选手颁奖 第一班副首相亲自宣布了比赛的开幕 这是一次长长精彩的比赛 双方拳手擂台上的甘猛龙酬与现场观众深呼海啸的呐喊 呼应了无歌哭的夜空 无数的火花闪耀了所有人的双眼 第一次现场观看乌亭峰的中国驻柬柬埔寨大使馆参赞 刘志杰对选手们的顽强拼搏 深深感染 在全球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勇猛的拼搏精神 非常让我感动 应该说呢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 比出了风格 比出了水平 这不是一场平平常常的比赛 既是一次中检两国群手以武汇游 互学互进的武林顺会 更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之意下 中检两国换把雨空 彼此信任的友谊结晶 今天这个比赛非常有意义 在世界文化遗产五个窟内 举办搏击比赛世界首次 让我们所有人见证了中国功夫 以高面前的碰撞 通过这样的活动更加的能促进 我们中检两国的深厚游艺 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能碰撞出 更加绚丽的火花 现在期盼已久的五颗王者之战 武林峰中检国际对抗赛 马上来袭 一同感受两国选手 给您带来的精彩与震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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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尊贷世界的中国勇士 站那 站那 你最卑微的龙 就那黑夜 站那一天预备 三明星的光明就走 你被沉默 站那一天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比赛 很感谢五重, 给我这次出国的机会 出国比赛,我们代表的是中国 这场比赛我一定全力以赴 柬埔寨这边天气比较热一点 对我们降低分武是非常好的 体重没有问题 我的对手这次是反架 然后瑞哥刚好也是个反架 他在训练上帮助了我很多 瑞哥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给我们心理上战术上说了很多 我非常自信能打出来 踏上国外的征程 我们都有共同的称号 中国勇士 小时候渴望的梦想 我现在实现了 这是柬埔寨五哥姑 这次比赛我很兴奋 请大家关注我的比赛 来吧 请大家关注我的比赛 请大家关注我的比赛 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释嘉宾是关岳华 大家好 关老师好 这是时隔27个月839天 乌林峰再次踏上出国征战的旅程 所以这一次柬埔寨执行 也是很多全民朋友期待看到的 因为很久很久没有这种中外的这场赛了 而且是我们已经走出了国门 这一次我们也是受柬埔寨国家奥会的邀请 联合龙海国际俱乐部举办的这场比赛 我们这个擂台就搭建在了世界文化遗址吴歌窟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场比赛 是魏维扬对战柬埔寨的一位选手 我想先请关元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次柬埔寨整个他们的运动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一次柬埔寨的这些运动员 主要是以柬埔寨国家队为主 然后加上一些柬埔寨国内的明星人员 组成的检方队伍 实力怎么说呢 应该说是既神秘又强大 对 因为这个柬埔寨国家队已经成立一年多了 一年多柬埔寨国家队 然后来备战这场比赛 这次比赛也是柬埔寨国家队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一次比赛 那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 魏维扬的对手劳奇特拉 关元华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在这次整个的柬埔寨的阵容当中处于一个神弹的水平 柬埔寨方面对魏维扬的对手劳奇特拉是抱很高的期望的 因为这名选手是柬埔寨国家队的队长 也是这次所有参加《五个王者之战》的柬埔寨运营里边的带头大哥 对 实力最强 人气也最旺 所以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这位带头大哥到底水平有多高 实力有多强 那今天也是看一看魏维扬的表现 这是一场64公斤级的超级战 那么魏维扬的 当然我们中国选手都是这样的 也是很久没有跟外国的选手进行交手了 今天其实对魏维扬来讲也是检验一下 他这段时间的一个水平到底是提升了还是提升了多少 对 我们能看到魏维扬很兴奋 因为这边柬埔寨运营劳奇特拉并不好打 因为从体型上来说他比魏维扬的体型就是块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块要大 这个是先天的优势 然后从臂展啊 从身高啊各方面来说 两名运动员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毕竟我们要考虑到 我们的中国勇士是客场作战 客场作战 然后这个肯定会对战斗力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 就像关老师刚讲的身高上 臂展上两个差不多 魏维扬身高179 这个劳奇特拉他的身高是175 但确实肉眼可见的啊 整个维度上来讲 这个劳奇特拉要大一线 对 第一回合结束 对 从第一回合的比赛来看 欧维扬打的还是很主动 很兴奋 然后努力的在朝前压 朝前挤 然后这个劳奇特拉的主要还是以控制为主 可能他对中国选手也不是很了解 很了解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二回合 劳奇特拉能不能展示他的真正的实力 下 tert HK 雷 各位隐忍俨店 下一次 选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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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chew 十是德鋍幕放用其他木时装饰一次 Tous红宦 对 권来吉特拉 ан冠工艺 第二回合本 第二回合开始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林峰中简对抗赛的第一场比赛 魏薇扬对阵柬埔寨的老奇特拉 这个是不小心挂到了裆布 挂到了裆布 永远都带的有护当 这个护当早期 据传说早期都是拿贝壳做的 当然到现在为止 现在基本上是铁制的 尤其是泰国这方面 铁制的居多 有些人也喜欢用塑料 也不知道早期用贝壳做的传闻 是不是属实 我们看薇薇扬打得还是很主动 一直在朝前压 主要靠拳法输出 希望通过自己的拳法输出 能压制对手 第一回合试探过之后 魏薇扬可能也知道 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 所以上来是像关老师讲的 主动了一些 因为中国的运动员 席练自由波机 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柬埔寨的运动员 当地的这种拳法叫高棉拳 高棉拳的整个节奏还是比较慢的 其实偏向是泰拳 和缅甸拳还不太一样 它没有头状 没有反关节的技术 因为缅甸拳的话 是有头状和反关节的技术的 高棉拳基本上和泰拳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因为我们观众 对高棉拳了解不多 但是对泰拳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说我们看 老齐特拉的整个节奏是偏慢的 整个节奏是偏慢的 魏薇扬把比赛的节奏带的比较快 也希望通过这个能控制到 控制比赛 拿到比赛的主动拳 关老师对魏薇扬也是比较了解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魏薇扬从去年吧 他转到了这个唐山文旅 奥语光辉国际俱乐部 当时刚刚我们在编较也看到了 魏瑞在给他做这个指导 你有没有觉得 他进入到这个俱乐部之后 其实他变化了一些 我觉得比以前好像进步快了一些 魏薇扬这个运动员 是一个很优秀 也很努力的运动员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身高 身高1米79 魏薇扬原来是打60公斤 这个级别的 在60公斤这个级别 1米79 那是一个相当可观的高度 一般的运动员 其实基本上身高在1米72 73左右 甚至更低的 更低的1米6多的都有 所以说魏薇扬在这个级别是一个 很恐怖的存在这个身高 但是他现在升了级别到63 63这个身高也是足够用的 而且这个运动员最早是和我们的威风少侠这个张开义 是从张开义 所以现在这个这个跟魏薇在练习继续合作 这个整个进步非常的 真的是进步非常的 整个硬度到同岛进步非常的 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 这是我们看到的 如歌王者之阵 林峰中间会唱赛的第一场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 每公开出了十位运动员 那将分为三期节目为大家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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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回合了 气氛也比较紧张 这是吴哥王者之战 武林峰终简对抗赛 威维扬对阵节目的老奇特拉 对 整个前两局的事态 第三回合 两个一局呢 应该是火力全开 这场比赛谁能拿到最终的胜利 这一局比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能看到威维扬的战术 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从第一局到第三局 然后坚决贯彻了 然后就是前手吸引对手的注意力 扁开 然后就开始砸后手 打头 打肚子 对 然后缩短距离 压进去 然后发挥自己拳法的这种特点 我们也能听到威维扬的边角 一直在喊顶着打顶着打 教练员还是希望他控制住这个距离 不要站得太远 不要站得太远 Louie Chen 这个老七太 download也比较有经验 挤到这个绳脚之后或者说觉得对自己不利的时候 我觉得两个人就裸抱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裁判肯定会喊停嘛 按照我们的规则 其实又重新了开始了一番 我觉得是 对 因为老提特拉这名运动员 在柬埔寨国家队也是对岛 然后也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 包括整个柬埔寨 整个柬埔寨的运动员 其实他不仅仅是在柬埔寨比赛 他们经常去泰国呀 去新加坡呀 参加一些泰拳的呀 自由搏击的呀 这种国际交流的比赛 从经验上来说 还是很丰富的 我们能看到第三局 劳西特拉也在加强自己的输出 他也知道这是很关键的一局 如果按照前两局 一局再控制再控制 没有反击的话 他很难拿到这个比赛的胜利 对 一个后手 他在这一回合的 前面也有两个后手 我觉得打得也不错 对因为他是一个反架的运动员 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反架的运动员 就是左手是他的重拳 我们正常人的话 应该右手是我们的重拳 后手拳 所以说打这种反架的运动员的时候 一般会说是比较别扭的 而且后手重拳 一般情况下 都是反架运动员的杀手锏 我们中国运动员的话 大家比较熟悉的 包括方菲达 对方反架 后手的打架非常漂亮 第三回合结束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男方选手获胜 恭喜你 有请柬埔寨高棉拳联盟主席 德曼阁下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高棉拳联盟主席 第一次跟随武林峰参加出国比赛 很兴奋 我感觉还是国内的选手不好打 国外的选手好打一点 国内的选手有好多从小就开始接触 我们中华武术 他们的启动速度 还有拳腿的连接速度都比较好 这次跟随武林峰出国比赛 在下面观众加油呐喊 很给力 我在场上听到非常清楚 下来的时候也有很多给我合影拍照 在国外打比赛 那么多中国观众 让我深深感到中国人的骄傲 真的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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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敬请期待 出战的选手是 好 接下来大家要看到 这是一场52公斤级的女子赛 李丽珊对阵坚普寨的努斯雷宝 对 李丽珊对手努斯雷宝也是 柬埔寨国宝级的选手 也是柬埔寨水平最高的52级别的 一位女子选手 所以说柬埔寨方面对这场比赛是抱有很高的期望 当然 李丽珊也不是好惹的 经常关注50通比赛的选手都可以知道 李丽珊绰号小黑妹 没有其他特点 就一个字 就是猛 是 是 他虽然是这个 虽然是武林峰队台上这个女子选手当中的新人 但是给大家零下的意见还是比较深刻的 在武林峰的战绩是两胜两负一次KO对手 深圳胜利人格的一位猛将 女子选手能打出来KV就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女孩相对来说肌肉力量比男孩还是有差距的 哇 这一波实在是这个速度有点快啊 看着 姆斯雷宝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对 两名运动员 对 两名运动员从身高和地点上来说差不多 先天的体型抗战绩也差不多 对 李立山身高1米56 尼斯雷宝身高1米56 像这一次柬埔寨的运动员 他们我觉得和泰国的运动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他的战绩的话 都属于那种很多很多 几十战 几百战的那种 是他们平常打的各种各样的比赛 都累积到算他的这个职业战绩 中国的观众可能有些时候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们的运动员只有两胜两腹 对手很年轻 二十多岁 经常能打到几百战 尤其是泰国的运动员 其实这个对于泰国运动员是正常的一个事情 泰国运动员很多以赛带练 泰国大大小小 有很多比赛 有些泰国运动员五六岁就开始练拳 一周都能打个两场三场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说打到二十多岁的话 有跟几百战的战绩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杰伯寨这边跟泰国那边是相似的 是一样的情况 对 高棉拳跟泰拳很像 而且双方运动员的交流也很多 回到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看农斯里保还是很凶的 节奏也很快 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些泰国选手 严手 控制 扫踢 尤其是在第一回合 看到双方运动员在第一回合 都是比较冲动的 以换拳为主 然后没有什么战术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战术非常明确 那就是拼 就是朝前压 打拳 然后争取 首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手 不管能不能拿到点数 气势我不能输 因为这也是 正常跟泰国人的舞台 在农斯里面的内衷 险队也很不容易 在农斯里面的内衷 还有其他舞台 有点误会 在农斯里面的内衷 上下来 在农斯里面的内衷 有点误会 在农斯里面的内衷 有点误会 这边奥文 第二回合开门 开始 第二回合开门 第二回合开门 节奏 从年龄上来看 李渔山是一名98年龄 今年是24岁 可以说是年轻的龄 对于年轻的龄龄 平凡的切换 调整比较的节奏 就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局开始 李渔山还是一个在 超前走 拼输出 但是相对的来说 努斯雷宝 打的会更聪明一点 他一直在后退 但是后队的过程中 他在找机会 在找反击 然后去抓李渔山的漏洞 基础打头 这个对手固境 对啊 固境按照我们的女人的国家来说 双手固境也算残暴的一种 但是对泰拳一个人来说 他们已经很习惯这个动作了 高比人权的话 他在这个进入到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 他会有哪些是他不适应的 或者说哪些是他的优势的地方 他最不适应的应该说是节奏 因为自由搏击这项运动呢 然后节奏很快 然后输出很多 但是对于泰拳来说 因为泰拳一般来说 就是五局 三分钟五局 所以说呢 整个节奏相对自由搏击来说 泰拳的节奏会缓慢反弱 有些泰拳运动员在刚刚转型呢 就是泰拳的运动员是不太适应这个节奏的 但是我们看宇斯雷宝的风好 然后他在节奏上并不落下风 能跟得上立正的节奏很有比拖卡 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 对于双方运动员 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给予对手足够的杀枪 现在双方的输出都很多 但是很多输出都打到了手臂啊 拳套啊 或者两个人在纠缠的过程当中 去做一些输出的动作 这个在规则当中属于有效 对这些输出的动作都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对手你打到了对手的手臂上拳套上 这都不属于有效打击的部位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看谁更快的冷静下来 更好的能抓到比赛的节奏 能找到对手的漏洞 然后给予对手足够的打击 这一条戏我能看到啊 能看到吗 这一条开始使用戏法了 转身后灯 这个没有距离 没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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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迪山也稍微把节奏换好呢这一回 嗯 他是因为体能有消耗吗 一方面来说三局不可能保持一个节奏的本赛 这个对体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来说呢 适当的变化 第二回合结束 也会让对手更加不适应 对手的变化 你一拳我一拳都来 但还真说 就是得裁判去专业的去判断 到底是谁 谁就更占优势一些 大家看着场面很激烈 但实际上你不知道 到底是谁更占优势 场面很重要 就从观众来看 角度来看的 对 但是效果更重要 就所有的场面 我们还都是为了最后的效果 裁判办法肯定还是供与最后的效果 第三回合开始 好 大家看到的是 吴哥王者之战铃铃中间的抗赛 是女子52公斤结合场比赛的第三 对阵柬埔寨的女士雷宝 第三回合的比赛 很漂亮的一个后手 也打到了对手 前手加后手 李立山还是想和对手换拳 但是努斯雷宝也很通定 这个换拳不太安全 有可能我会被打中 我觉得李立山应该打了两局 觉得李立山的力量也很大 不是那么好对付 还是保持距离 双方打技术为主 哦 一定要正当 我们能很清楚的看到 米斯雷宝的战术 经过两个回合以后 还是以控制为主 控制打点 所以说他一直在后退 李立山一直在前进 李立山现在需要的是 更有效的输出 更有效的输出 场面上你在压制对手 但是打击效果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 要告诉自己 要想办法 要想办法 否则的话 一直打不到 一直打不到对手 一直没有足够有效的进攻 这个自己对运动员 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也会越来越着急 自己把自己带到了 其实这就是他没有 这个努斯雷宝 聪明的一方面 努斯雷宝在第二回合的时候 其实就在做调整了 我打抓更有效的去进行进行进攻 或者进行反击 但这也是李立山特点 我觉得李立山就 他属于那种就是坚持不懈的 就一直去这样去保持自己的一种 他有点像女子的那种 运动机制的 对 这个很可贵的一种机制 因为他很老实说 作为女性来说 这个角度看李立山 应该感受更深刻 作为一个女子运动员 能有这样的体能 有这样的斗志 都是非常反映的 这很难得 他缺的是经验 他缺的是经验 一场一场的比赛 会把它变得更好 这也是李立山第一次出国比赛 因为他本身这个登场 我们都那台的时间里不长 他加上现在这个出世时期 我们也是历经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第一次这个走出国内 所以对于李立山个人来讲 我觉得除了这个兴奋之外 也有紧张力传承在 对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在目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能和国际的高手进行交流 进行比赛 除了说我们的运动员 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可以看到 不管是魏维扬 还是李立山 他都非常兴奋 很漂亮的后手拳 第三回合结束 第三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结束 所以说这个比赛是有很多个环节组成的 你每个环节都处理好 你才能拿到最终的胜利 好 谢谢 好 这次我们已经在女色围报拿下了这场比赛 进行现在我们武林峰战队与简母战是一比一平 刚刚魏维扬那场比赛是咱们这边胜了 对 两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多的期待 有请飓风集团代表红星 为获奖的选手颁奖 感谢红星先生 谢谢 首先我第一次代表武林峰出来打比赛 是我的很勇气 感谢武林峰 感谢 感谢吴哥哭 这次比赛的话 反正输赢无所谓 就反正出来学习 当女友吧 很开心 反正我觉得是我赢了 中国勇士 加油 这里是柬埔寨吴哥哭 我们是正在世界的中国勇士 有啊 对 他这里有点兴趣的 东西 为什么 我们是在世界中 派台上的 有点兴趣的 我能不能放上 什么 不怕 不怕 也得不怕 我不是 有点兴趣的 我能放下 有点兴趣的 可是 等于 我能放下 有点兴趣的 我能放下 我妈妈曾告诉过我 爱人先爱己 后来的我遇见了各种人 也和各种人告别 我发现在所有失去的人中 我更应该去追寻更好的自己 现在的我才明白 活出自己 冲破束缚 是多么的重要 比较困难的就是减重的一方面 第二天就要称体重了 我的体重当时还有差不多5公斤左右 必须得减下去 这马上就要称体重了 脑子里就一个念头 一直跑一直跑 什么时候真的跑不动了 再停下来 也是成功地减下来了 喜欢内排的感觉就打 比较纯粹吧 面对的就只有对手一个人吧 你可能生活当中 面对的事情很多 也很无力吧 享受内排的感觉 第一次出国征战 我感觉特别兴奋 接下来的比赛 我会全力以后 请大家拭目以待 未识论 我感觉特别人 感觉特别的人 我觉得特别人 或议者 和议者 和议者 高 一 地 地 地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 吴歌王者之战 吴林峰终简队考赛 这也是十个二十七个月 吴林峰再次踏上 出格征战的里程 我们的擂台 就摆在世界文化一致 吴歌窟 我们的解说嘉宾 关玉华老师 大家好 曾经的战绩是 一百一十战 九十八胜 现在看到的 这是一场八十五金级的超级战 我们中方选手是 王奥港 来自深圳 顺利人和的 一位大级别的选手 柬埔寨的选手是 布斯南 王奥港的战绩是 二胜 对 柬埔寨这个国家 很多中国观众提起来 第一感觉就是神秘 吴歌窟嘛 对 吴歌窟嘛 大家很向往一个 对 很神秘 然后这个大级别的运动员 在柬埔寨这个国家 也很难得 也很少见 所以说就是更加神秘 其实之前我们前期筹备 这个比赛的时候 可能还想着这个大级别的 这个选手他们那边 不太好找到 结果没想到还真是可以 布斯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神秘 和一些情侣 很有经验的一个运动员 从年龄上来看 84年的运动员 这个在泰拳运动员里边 已经算是高龄了 对 泰拳运动员打过25岁的 不是很多 因为比赛打了太多 对身体的这个损耗也比较大 然后呢 从身体条件来说很好 然后身高比王尔卡 还要高一点的 一米八三 我们看他的肌肉维度 各方面还是很漂亮 战绩来说 那王尔卡跟他比不了 他有一百一十战 王尔卡从现在战绩来说 只有三战 对 两胜一负的战绩 但这个刚刚的 关老师也讲的 我们不能够单从 他们的这个战绩上 来去分析一些 很多的数据上去分析 因为像泰国的比赛 还有这个战绩战绩 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比赛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上来一个队员 就是几十几百差比赛的 这种精力 对对对 战绩只能说明过去 不能说明现在和未来 所以王尔卡这名队绩员 是中国竞技年来 大级别里引荐出来的 后起之术 后起之术 身体条件很小 然后 衣服品质也很小 然后 选法也很好 王尔卡是在泰国进行训练的吗 对 不过来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回到了国内 在什么地方 因为像王尔卡这批 运动员 已经属于中国自由国际运动员的新生代了 他们对他们来说 自由国际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运动员 所以说他是 泰国中国 训练经历都很丰富 而且比赛经历也很丰富 在文宫的那台战给大家制造了不少的惊喜 包括战胜的刘大成 然后 输给了伯伯凡 点数输给了伯伯凡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第一回合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王尔卡还是发挥自己选法的优势 拼输出 很难得的是这个柬埔寨运动员不辞难 没有选择控制距离 没有选择一种保守的打法 选择跟王尔卡换 这个我觉得王尔卡心里应该是很高兴的 因为王尔卡最喜欢的运动员就是来跟我拼 第二回合开始 第二回合开始 好 进入到比赛当中 第二回合的比赛 我们跟王者之战有一个中间对抗赛 这是一场八十公斤级的超级战 王尔卡对阵扑西南 第二回合的比赛 第二回合刚刚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进入了大家最喜欢的一种节奏 换拳 当然第一楼换拳 王尔卡没吃亏 是没有胜利人和出来的王尔卡没有吃亏 还有 布斯南还不换招数吗 还要一直这样打吗 从力量上来说王尔卡是不吃亏的 是不吃亏的 我们看布斯南这个身材 我现在很担心的是他的西法的运动 因为在八十公斤的运动员里 王尔卡一米八一的身材并不算是非常非常高 控制能力非常强 本身布斯南一米八三就比他高 在这种情况下 王尔卡又愿意打拳 一直低着头朝前走 轮摆 对吧 这种情况下如果布斯南 后撤 不管是前夕还是后夕 然后 可能对王尔卡是有一定威胁 但是我们现在从比赛上来看 布斯南选择的更加相信自己的扫踢 是 高扫低扫前扫后扫 不停的扫 很好很好 前摆后摆 对 收到效果了 布斯南也没有示弱 布斯南还了王尔卡一个后手 打的虽然不重 但是打到了 扫踢 换了一个扫踢 扫踢还是扫踢 再换一个扫踢 好的 王尔卡的腿法也非常硬 王尔卡在向布斯南说 你看你会的我也会 而且我力量比你大了 对 王尔卡在传达一种信号 来不要跑 不要走 谁怕谁 来扫踢 好的 换低扫 很漂亮 这个战术转变的很漂亮 肌肤打头挂扫踢 所以我这个特点就是这样 然后立体打击 立体打击 这样会让你的打击效果更好 所以我们看布斯南能不能扛住王尔卡的这轮 很好 前百步打到了 布斯南的手拿的比较低 泰拳运动员的通病 手拿的比较低 因为泰拳运动员要缠斗 对吧 要缠斗 所以说他们更喜欢是把手伸出来 沿手 控制对手 然后呢 进入缠斗 换肘 然后脚力 所以说相对自由搏击的运动员来说 他们的报价是放的更低 因为这样的话 启动会更快一点 但是相应的来说你有优势肯定就有不好的地方 然后你的头部防守啊 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布斯南啊 由于后手放的太低 王尔卡的前摆已经屡次击中布斯南 很好还在换底扫啊 你看布斯南的这个移动是不是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慢下来了 对 整个慢下来了 体能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这个 王尔卡的低扫腿 第二回合结束 也不容小觑 好 我们看到第二局比赛结束了 在第二局比赛当中 王尔卡打得更聪明一点 小拳 踢腿 站住一时贯彻的也很坚决 对布斯南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我们看看啊 布斯南能不能扛过第三局 也希望王尔卡的第三局有更好的表现 第三回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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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斯南虽然这个年龄大了哈 但是你看他身材比例很好 那大长腿 整个腰线我觉得比这个王尔卡要高很多呀 非常漂亮啊 王尔卡在比划啊 哥们你别用肘 你别用肘 这个布斯南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习惯了 因为打泰拳打的很多比赛 然后你这个距离用肘太舒服了 不由自主可能就伸出去了 就是高棉拳和泰拳它是一样的 拳腿肘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对只是名字不太一样 对我们看看啊 很漂亮的撞膝啊 我们看看韩老师很忠义的这个大长腿啊 哇漂亮 其实这个在第二回合 关老师就担心说布斯南会被使用他的这个吸法 其实第二回合我们也没有看到啊 他依赖了他的这个力草 但是这个王尔卡的这个抗打击能力 超乎我们常人的想象啊 那么重的撞膝就扛住了 而且还还了对手一个前摆 对手打倒了 大级别的比赛就是这样啊 王尔卡现在很生气啊 鼻子流血了 对应该是刚才撞了一下 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 这次武林峰中双团队的这个教练员 别着急先控制住先控制住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 那个杨涛教练显得很激动 中场休息 这个我一直在想这个前两局的比赛 王尔卡拿到了应该说是拿到了一些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杨涛教练还是很激动 他激动的点在哪儿是觉得应该能够快速拿下比赛的 没有拿下还是没有果断的去执行他给的指令 因为我们不太能够听到这个杨涛教练的声音 我觉得从第三局的表现上来看 应该是杨涛教练给王尔卡布置了一些任务 没完成或者说没有完成的到位 对你就别想那么多打得更漂亮一点 能带走就带走 这也是王尔卡的处子秀啊 第一场这个代表武林工的出国的比赛 所以说这个云里面紧张啊这些东西在所难免 能打到这种程度小伙子真是很不容易 好 开始换扫梯 这个带走啊也算是这个专业术语啊 带走在这个你们这个通俗来讲是一个什么意思 只是说大家比较直观的可以理解的 所以说这个 就带走是要KO TKO还是说我把优势掌握在这个手里 结束比赛 对 其实就是结束比赛 对 你们看到这个布斯南啊 经过和这个王尔卡的三轮的平沙 现在体能的消耗很大 很大 大口的在喘气 对 他其实虽然也应对的很好 但已经有点疲于应对的那样 对 胡齿都咬不住了 这已经很累了 很累了 走路步伐已经很盘跚了 这个后腿啊 前腿啊 估计为王尔卡强奖的购乡 这会儿是医生团结束 如果我们观众 有机会在现场看主线 我真的希望这个时间 可以给医生团最大的鼓励和加油 这种击倒虽然达不到独秒的地步 但是已经算一次中击了 算一次中击 比赛进行得太激烈了 不知不觉第三局已经结束了 意犹未尽呢 真是 这场比赛很精彩 恭喜男方的选手获胜 而且我觉得这是 我在武方看王尔卡的年代 我觉得这是最精彩的一场 叹唱淋漓 对 配得上这四个字 希望小伙子将来越来越棒 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请柬埔寨高绵自由国际联盟主席 新树坤阁下 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请柬埔寨高绵自由国际联盟主席 新树坤阁下 为获胜的选手颁奖 感谢新树坤阁下 感谢您 这次出国比赛 我取得了胜利 我感到非常开心 然后打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地方打得不足 回去好像是要改正 然后感谢五年锋给我这次机会 能够为国争光 出国比赛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这里是田谷队沃铺 我们是九段世界了 通过勇士 但是他们还是三个小时 有一种东西 但是我不会 那是太吃了 就好了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来说 这个是独立的 通过来 那是 还想通过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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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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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 五哥王者之战 武林峰终简对抗赛 现在看到的是72公斤级的上场超级战 汉文豹对阵柬埔寨的春乐伟 如果说前面三位选手都是新秀的话 那汉文豹绝对是武林峰队台上的老战 他在2016年就拿到了 武林峰70公斤级的新日王 对 大家印象很深的一名运动 敢打敢拼 虽然个儿不高 河北邯郸的小伙子 但是燕照大地 自古多英豪 然后给大家印象很深 然后拳法 腿法非常犀利 手的力量也十足 比赛的观赏性非常好 我看到一个前摆 水花四箭 对手很凶 今天汉文豹碰见对手的身高又比较高 其实在这个级别 我觉得汉文豹一直碰到的 身高比较高 在这个级别身高一直是阿豹的硬伤 这个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米七五的身高 对对对对 但是阿豹也一直在挑战强者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应该也习惯了 这个对手一米八三 比阿豹高很多 对 我们从这个电视机画面上来看也能看到 这个他的对手又是一个这个 哎呀 胳膊长腿长 传统的泰拳运动员来说 作为泰拳这项运动来说选材 咱会用先考虑这些肩长胳膊长的运动员 对 他无论哪个级别都是从这个选材的标准 对 这是这项运动的规则 这项运动的特点决定 对 我们能看到阿豹还是一直在朝前挤 压缩空间 你的大胳膊大长腿不给你空间施展 对吧 不给你空间施展 然后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出色的抗击打能力 硬吃对手 你的时候会敢对阿豹来讲 可能不是你的优势 因为我太习惯这种类型的对手了 对手现在很难受 只能靠平平的倒地去解决阿豹的这种紧逼的战术 因为这个扫踢阿豹防守的效果很好 当然这个不能算扫倒 这个应该是阿豹失去了重型 扫踢对阿豹的杀伤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啥是阿豹一直还在朝前走 这哥们眼神现在看是稍微是有点迷茫 你这个很危险 你一直在边角里不转出来的话 这个对自由搏击运动来说很危险 因为左边右边全是拳绳 后边是靠背 正面是对手 你这个无路可退啊 哦哦哦哦哦哦哦 拳手后手 哇这个这个打得很漂亮的一套组合 今天这个韩文豹真实快速的结束了战斗 其实在出国之前的那场比赛 韩文豹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好 我觉得那场比赛状态不太好 反反啊 有条路人的保护 这个很快能反过来 因为人的大脑受到中击以后 都是会陷入到这种情况的 还是一种主动关机多保护 对多保护 我们能看到对方运动员倒地的那一瞬间啊 应该是意识已经模糊了 嗯 整个人已经失去控制了 我们在恭喜阿宝的同时啊 也希望各位勇敢在柬埔寨运运 早日回处 嗯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明光走进一间 复拜第一期的比赛 我们能共同于三期 陆续地为大家播出 祝贺韩文豹 拿下了本场比赛 有请高棉权中师三天轻 今天为获奖的选手颁奖 大家好我是韩文豹 很高兴天随武林峰来到柬埔寨 文泽窟 这也是十个两年多了吧 出国比赛 呃 其实来这边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 呃 节目组为我们准备一些 呃 一些物资 还有一些 呃 抗病毒一些东西 呃 都是非常非常细心的 我相信以后 呃 疫情赶快好起来 然后我们呃 多占一些外国选手 然后多一些交流 我相信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加油 来来来来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节目 在怎么训练的 哈哈哈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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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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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